Hello everybody,大家好,我是爽星 今天我们来到蓝山上面来旅游 今天我们的新主播呢,也推荐大家上山来做运动 登山的一种感觉 现在呢,烟雾萌萌的一种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呢,这个天气是小雨,太阳没有出来 刚好迎合我们的这种气氛吧 就是说烟雾萌萌的一种非常凉爽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,在夏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逛一下 好的,这梯子呢,也是非常,这个阶梯也非常的长,非常的抖 然后的话,如果你不小心的话,从上面摔下来的话,可能会致死的 所以呢,我们也要推荐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的,我们来到这个悬崖旁边 我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吧 就说蓝山的话是大家 重庆人都每个人都知道的,家喻户晓的一个山 所以呢,我们这一次啊 因为我爽祖伯的话非常大牌嘛 这一次来到这个山里面呢,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种景色 爽祖伯呢,也是 也算是买通了这个蓝山的领导这些吧 所以呢,全部这个山里面只有我一个人,还有我们的摄像师新竹田诺先生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逛得非常的开心,因为是我爽心一个人的专场在山里面,绝对非常的放心,让大家去感受山里面的所有的环境 也非常的时尚 好的,我们第一段呢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非常更多好看的地方 锁定我们的快乐新频道 下一节我们再见 好的,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主播第二节 好,首先呢,我们来这一次来介绍的是一个垃圾桶吧 造型非常的独特啊 在普通话里面呢,我们这个东西呢,大家一看这个有非常多的疙瘩吧 这个还有眼睛 一看呢,这个嘴巴呢,就知道是蛤蟆 好,所以呢,我们在这里呢,要教大家我们这里的重庆话哈 重庆话在这里呢,就叫做来个包 所以呢,我们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种感觉吧 蛤蟆和这个来个包的话,就是不同的感觉 就说大家绝对不知道 好的,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就到这里,下一节我们再见 好的,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新主播当中 我们的蓝山旅游之地啊,这个地方呢 其实对面的话就是朝天门的广场 但是呢,现在因为雾气重重的我们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,也只有暂停这里的拍摄吧 就是说我爽心的话也会一个人在这里无限的遨游 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节我们继续再见